美内瑞拉最高法院在总统宣誓就职里举行前一天宣读一项裁决 认同国会上月通过允许查维斯无限期延长留在古巴治疗癌症和推迟宣誓就职的决议 认为宣誓就职仪式可以推迟到他康复后再举行 副总统马杜罗会暂代总统职务 而反对派质疑法庭的裁定违反宪法 认为查维斯未能如期宣誓应该由国会议长卡维略暂代总统并且在30日内举行大选 但卡维略早就表明不会暂代总统职务 反对派又质疑最高法院的裁决基于政治令查维斯可以独揽大权 58岁的查维斯1998年起当选总统 去年10月第四次连任 上月中因癌症复发到古巴做手术 至今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也不清楚他术后引发的肺部感染是否依然昏迷